来到农历4月15天结座门月 由这一刻开始去到农历4月底即是西历5月22日 根据各下的上星或太阳星座 自身正体运势会怎样呢? 在我就住12星座专题去分析你们各自的自身正体运势之前 现在先做一个general for 全人类的星盘分析 听得懂我说什么 现在不是只说天杰座是全12星座 今次门月图的亮点就是月亮 在踏正ASC上星座踏正一正 还有它是去了天杰座 根据我的经验 理论上如果月亮去了摩蝶座又叫山羊座 这个位置是叫DETRIMENT 理论上其实是比月亮去天洁了 这个叫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实我不是好识 因为我以前读占星我都不是拿中文读的 其实我是用法文读的 因为我的师傅是法国人 但其实也不是全部法文的 因为他的英文都可以的 所以有时候会英法夹杂 Anyway先言歸正转 理论上其实月亮去天洁是一个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根据我的塔尖暖蓝 看这么多星盘的经验 其实月亮去天洁是更坏的 然后看着月亮踏正一公投 ASC这条族 然后整个本第二个亮点就是 除了月亮去天洁这么坏 还有木星去摩蝶座又叫山羊 也是坏的 因为它整年那个位置都是这样的 这个不足遗迹 然后其他全部的planet 其实我们都是叫Peregrine 即是游离 全部是一些 完全是一些很不够的地方 OK 除了什么呢 除了土星 土星在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这个symbol 我觉得好像一个日文字 但其实我不懂日文 但有时候有些日文字 是不是看到这个类似的东西 好 除了土星在水平是一个强势 不过土星也就费易行 所以原来这个 就是伴随着这个满月 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想说 其实伴随着这个满月 也都不只是说来这十几日 十五日的能量 其实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告诉你 其实满月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但是我有时候做这些星座云势 我就给大家去简易一些名 简易法 我和你当去到这个农历月尾 但其实是在说来这大半年 好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同时我们要看看火星 火星在容许道之中 四分紧金牛这个游离的水星 和三分紧在双子这个游离的金星 好 说多次 因为月亮在天蜜 这个一公投 原来 大半年 尤其是这十五日之内 会有很多冷血 冷暴力的事情发生 如果真的要比较热血 大家会很容易 先是口角 计而动武 很多这些冲突爆发出来 由你去到最亲的人 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甚至去到什么 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最近 塔千段蓝星盘分析 你们找回hashtag 最近我都说了 现在在世界上 接下来 无论在政治经济民生社会 都会爆发什么 我说了很多东西 包括战争 对 包括战争 大家要小心点 因为接下来很疯狂 冰黄星已经在疫痕当中 还加上五月十一十三十四 差不多是consecutive的三日 十一十三十四 就是差了十二 土、金、木、三星 相计都会疫痕 木鸣是黏在一起 木鸣一起黏着疫 土有夜、金有夜 冥土也是双凶症 两颗凶症 金木是两颗急症 加上这些力量会凶尝加凶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当然 如果配合今次这个满月 尤其留意来近十五天 但其实这大半年 都会发生很多激烈的痘症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神经刀的暴力 大家麻烦 即是出街上要戴头盔 而且要一眼关心 不要常常在耳朵 在听歌 有什么好听 留意自己身边发生什么事 如果不是万一 我不觉得被人砍掉 你都不知道 无论你是上升还是巨蟹 太阳 无论你是上升还是太阳巨蟹座 其实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会被人抢东西 偷东西 这个抢东西 可以说到你的手袋 这种抢东西 但同时 他也可以说到你的工作生劳 遮得耐的成果 会被人掠夺 明明是你做的 但有人就走到老闆面前 去邀功 去抢你的功劳 不知道会不会食成衰到 获刀给你什么 又或者 你一直有些研究 会不会这么厉害去研究 但是有一些意念 但是发表了之后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申请专利 在香港 这件事好像 其实不是很普遍 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真的有一些东西 你是去做了的话 最好都加一些水印 蜜头 或者真的如果不怕浪费的话 就去申请专利 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还有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想法 最好不要跟别人说 因为会很容易被人虚取 就去抢先发表 是的 因为今期 看到巨蟹 也有时候很老实 就是在那 默默做默默埋手 就会忘记了 原来这个社会外面 是很多披着羊皮的柴狼 是的 那我们就会比较老实一些 还有会比较去 真的专注我们的工作 就想着 这些东西我们就 劳劳力力去做好 单纯不偷吃 好像会挨到出头 但是不是了 不好意思 因为外面 很多人都会寄予我们的成功果实 所以今期 巨蟹的指纹记住 一定要好好去保障自己 是的 还有 例如我刚刚都说过 如果有什么想法 就不要让别人知道 还有最好 可以抢先发表 因为我见到今期 很多人会跟我们去争 这些东西 无论它是考取还是豪夺 本身一些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真的 为什么我说我们 因为 其实我自己也是上升巨蟹 OK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经常都说这些东西 所以一些属于我们的东西 会有很多人想 去伸他们这只不法之手 去摸摸我们的宝贝 然后最后 我们真的 有可能会比较惨 就是明明是我们的那个 应得的功劳 那个成果 就会白白流失了 OK 所以巨蟹今期 记住记住 千万要小心小心 那如果各位巨蟹朋友 想知道 不过我不是一足够去打死一船人 是的 但是尤其想知道 哪一些 我不要说哪些星座 好像真的有少少 那些叫什么 侮辱 还有有少少少不诽谤成分 是的 还有我不想得罪某一个星座 是的 但是有哪一类特质的人物呢 你们真的要去提防他们 会去考取豪夺你们的成果 我们的成果 是的 还有尤其是哪些时候 是的 你说哪些时候 我相信别人就不会去偷用你们的 creative ideas 但是可能真的会发生一些 抢劫和偷窃的罪案 是的 那就是要提防什么人 还有还有什么时间要去注意 OK 那就麻烦 第一个步骤就是去like这个post 是的 还有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我就想看到粉红色的心心 还有呢 就是不想看到蓝色的心心 然后第二步就是去comment 那你想知道的 就是你说你想知道这些提示 然后第三步呢 我就会去pm 究竟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但是呢 我为了去增强这个互动性质 是的 如果你们去comment 就麻烦你说 你是想知道 究竟要提防哪一种类的人 是的 还是你想知道那个空日呢 是的 我只会说一样而已 那如果是想知道两样的话 两样都知道了的话 那就麻烦要tag三个朋友 是的 那我就会两样都告诉你们 如何去好好保护自己的财物 好好保护自己的资源果实 好 我们下期再见